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辛慰庚子勿成乙卯 来说这个当事人他提问 他说丁酉跟丙申大运 这两柱大运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照道理讲都是火金大运 应该照道理讲都是一样的一个运程 因为八字的用神不就是固定的吗 金木水火土固定的 所以两柱大运都是一模一样 应该走差不多的一个运势才对 可是实际上 在这一种的论断法来说 他会产生很大很大的一个错误现象 因我们来看看 我们就来看看到底丁酉跟丙申 他之间的一个差距 我们先从天干来看 你假如是在丁酉的时候 他的这个八字本身一个乙跟横 所以在丁的时候 他变成火去克 你们看到心经受伤 他在丙的时候 他丙申跟着合 所以他剩下一个日主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各位 这个就是他天干这两柱大运 他当中的一个差距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 在这一个差距里面 怎样 他的一个食伤受伤 这一边没有食伤 所以食伤代表的是他的智慧 他的财运也会偏弱一点点 好 我们接下来 再看地支 地支他就产生了什么现象 在酉的时候 是不是陈酉和 他就水生木 止水生卯木 克了一个胃土 胃土受伤 假如是在生的时候 我们看到 土生金 生水生木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 他连续相生 这一边少了金 少了一个土 也就是说 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的人际关系会怎样 会偏弱 人际关系偏弱 而且食伤 他没有食伤 在丁的时候 甚至连天干的食伤都是受伤 可是在生的时候 你发现到 他地支全部一连相生的一个现象 所以各位 这两柱大运 他是有怎样 不一样的点 严格来讲 丙生优于丁酉 然后尤其是在食伤运 食伤生财的这个力量 这一柱大运比较强 他本身的财运来讲 这两柱的财运 其实都还算不错 为什么 因为他本命 你假如一看就知道土特水 他原本是破财的 但是进入了这一个大运以后 其实因为乘有一盒 让他的水出现 所以他财运变好 但是 假如在跟丙生去比 跟生的话 还有一个金来生水 这一柱的大运 丙生大运的时候 又会忧于他的一个丁酉大运 可是我们会知道说 在丁酉大运的时候食伤受伤 丙生大运的时候 没有食伤受伤的情况 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的一个食伤受伤 也就是说他的情绪 这一柱会比较低迷 有的人甚至会严重的话 会到忧于症 严重会忧于症 所以这个就是 同样都是火金大运 可是他当中所显现出来的一个不同点 所以财运秉生优于丁酉 官运其实都差不多了 你看水生木 这边也是水生木 官运其实差不多 情绪来讲 丙生优于丁酉 因为丁酉年他 丁酉大运 他食伤受伤的时候 比较容易产生 有的人 因为食伤受伤要记得 他有点像日主授克 有点像 但是他跟日主授克又不太一样 因为日主授克 他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外力 这个是慢慢来 所以一般来说就会比较呈现 比如没有自信 没有情绪比较低迷 判断能力比较差 但是因为他其他的运程 就不会受影响 他其他的运程是不会受影响 日主授克的话 打进去的时候 那是不管什么运 他几乎全部都受影响 所以这个就是日主授克跟食伤受伤的时候 两个比较不同点 日主授克全面下滑 印克食伤的话是 他本质上他会有这些现象 可是其他的运程他是比较不受影响的 他比较不受影响 所以来讲的话 各位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 不要用金木水火土直接带进来 你以为金木水火土都会有同样的现象吗 各位 这个就不一样了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